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千年的历史之中 源自古今那些令人惊叹的大型工程当主 这次小编想说的 不是古代那些充满魅力的建筑 而是现代很令人自豪的伟大工程三峡大坝 在当时修建三峡大坝的时候 是怎样截断那汹涌的长江激流的呢 知道答案之后 只能说真的很佩服中国的工程师们 修建在长江上的大坝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比如应该用什么方法让长江的激流被截断呢 首先想要完全把阳子江那段的激流截断是不现实的 先要修建用来排水的一条岛 不过这个基础可以说是办不到的 这和当地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修建大坝的右岸的山是弧形的 左岸的山是突出了一座山 主截流的面积倘若超过 能60米的话 这边的水流速度就会达到4米每秒 而投制是快 也是很难投放到规划好的区域的 面对这样的困难和艰险 中国的工程师选择的是勇敢的面对并解决难题 他们采用了一种叫做平抛底垫的方案 石头在专业工具的护送下成功的下沉了 这样的方案让石块顺利进入河底的同时 也可以使得河床的硬度得到一定的提升 先是在右岸这边封闭部分的水域来修建运河 从而完成在河岸中心修建出一个据点 这是主要的目的 然后将永久的临时所修在了左岸 等右岸这边的修复完封闭渠后 石块就从中间跑了出去 然后 右库就被封闭了 留下的只有在河中央的一个据点 二期的时候 是要把左岸与大本营惊醒一个链接 从而让长江干流区域被截断 右岸这时候会让长江水从河道流过去 然后会从中间进行截断区域的抽水 然后把要施工的地方改成可进行施工的情况 这样一来 就可以在左岸修建完成有关的建设了 最后的工程师要和北右岸之间的接近了 使用石头让大坝同右岸相连接 长江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封闭了 从凝取那些最开始流出河水 剩下的就是要对右右边的堤坝进行一系列的建设 那之后就是永久性所的建设和关闭临时的所等等 工程完结之后就要迎来测试了 当大门被打开的时候 水流也顺利的被释放了出来了 然后迎来的是人们的欢呼和庆祝 因为努力得到了回报 基本上完成了这个看起来 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工程 剩下的堵塞开放的通道 这样的工程要简单得多 关于三峡大坝的修建就说到这里了 能够完成这样工程的中国工程师们 是真的很令人敬佩 是他们积极的参与勇敢的面对 才成功的完成了这个目标 无限的自豪 因为他们的存在 而不断的会放在心中脑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